喔 她的最愛 我覺得在少女時代裡面 她最喜歡她 少女時代裡面 所有人的外型都是最喜歡的 因為我喜歡她有一點 肉肉的 就是她臉是肉肉的 baby face 因為她找到同伴 我有符合你的 氣質可愛有想法嗎 有 有 那我想一下 你有符合我的 乾淨又沒洋光嗎 你覺得有難景點 沒有難景點 乾淨應該有啦 那又沒洋光我就是不太確定 答對了 對啊 她就是真的只有乾淨 猜一下對方的理想心是怎麼樣 她這麼愛拍馬天 等一下就說 一直拿很多我的照片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不可以這樣子 我們要猜對方的 我才覺得你會這樣子 我不會啊 我不會拿你的 那你覺得我會喜歡哪一種 大概長這樣吧 然後 可能名字比較特別一點吧 我覺得你應該會喜歡像是 李宗碩那些 就是乾乾淨淨然後 就是高 又很高挑這樣 好像 欸有欸好像是欸 那就完全就是啊 我覺得她會喜歡短頭髮的 我覺得她會喜歡短頭髮的 不要來了 同一周 好 我覺得她會喜歡 我覺得她很重視一個 一個東西叫氣質 對 對她來說 可能某幾個 習慣不好 她就會突然覺得再漂亮的女生 她都沒有喜歡的感覺 她很重視兩個點 我們剛在一起的時候 她有跟我說過 然後我就想說 太怪了吧 這個人 第一個點就是 雨傘 怎麼收 那裡有一折是折起來的 不行 還有另一個點很特別的是 她會重視人家鞋子有沒有脫好 但我覺得其實她也沒什麼好說 因為她基本上就是 有達到這兩個標準的 屁啊 就OK了 屁啊 那我覺得你很適合去 應徵打招阿姨的上面 說不定可以找到 你們的真命天女 我傻眼 好啦 我認真 我覺得她是比較重視氣質 而且跟 她剛剛有講的 就是她很重視 溝通跟文化 其實就外觀來說的話 我覺得 她 不 我覺得有點難 像我那樣子 比較明確的可以知道 是哪一種 哪一型 不會啊 她喜歡可愛型的啦 對啊 喔好 妳看妳講出來 有氣質又可愛 對啊沒錯 那我們 反正剛才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就最簡單的 直接自己列自己的三點 然後對方 對方去找 找出那三點 我覺得我的真的就是 就是乾淨 我覺得幽默 對我來說也蠻重要的 幽默陽光 應該就是這三個 我現在有的就是 氣質可愛阿 我想像 而且氣質可愛可能還有一點充分 對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不會 因為可愛是偏活潑感 但氣質有時候比較文靜 比較優雅 比較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個 比較明確一點就是 他們是可以有一個交集的 兩個圓圈的交集 就是 我啊 我就是那個交集嗎 有想法 氣質可愛有想法 我知道啦 氣質可愛 有想法 好 哈哈哈哈 她的最愛 我覺得 少女時代裡面 她最喜歡她 少女時代裡面 所有人的外型 都是最喜歡的 因為我喜歡她有一點 肉肉的 就是她臉是肉肉的 baby face 因為她找到同伴 應該自己喜歡的類型 你就搜尋那幾個關鍵字嗎 我沒有 我搜尋運動 我只要從運動員 找比較乾淨類型的運動 如果你真的硬要 這麼說的話 是 對吧 就是 你只要純講外表的話 就是啊 那我 我剛才搜尋的是 包含你那個氣質都進去了 那我就直接搜尋選兵就好嗎 可以啊 那你選一選兵 我現在才懂 我都搜尋許許人多久了 不是選兵耶 啊 為什麼不是選兵 是圓兵 不是選兵 乾淨 乾淨 陽光涮 我已經說的就是 乾淨 陽光 溫暖型 可以吧 夠簡單了吧 人祝賀 人祝賀可以可以 這種就是帶有幽默感啊 就是會有這種 比較搞怪搞怪的這種 我有符合你的 氣質可愛有想法嗎 有 有 那那那我想想看 你有符合我的 乾淨幽默陽光嗎 你覺得有難景點 沒有難景點 乾淨應該有啦 那幽默陽光 我就是不在確定 答對了 對啊 他就是真的只有乾淨 不是有一句話叫說 通常你愛的 不一定是最適合的一個 這個有吧 這個有 這個合理 對 突然幫自己用一個很好的收尾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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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